然後他拍了一個他月薪三千塊 然後還拍影片打聯誤 他就是三千塊人民幣 他說他是那個嘛 對他有996嘛 對他996 週休一天 週休一天他996 996就是加班通常就是也不給錢 然後他認為他身為這樣他很驕傲 三千塊人民幣是相當於現在台幣 一萬一千多塊 一萬三差不多 一萬三千多塊 一萬三千多塊台灣人好像會死 好我另外問一下 因為我頻道從剛開播到現在 都在問林天天這個人 林天天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林天天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林天天自從我做韓國語議題的時候 就他是中國人 他很挺韓國語 挺韓國語就對了 我說你如果挺韓國語 你讓他回中國當主席 是 然後一路上 從19年開始 林天天到現在還在出現 然後其實林天天 他是在做YouTube嗎 沒有 他就是一個帳號而已 一個帳號 然後他在我們的兩岸議題或是粉紅圈 他是很有名的小粉紅 他常常會講出一些很奇葩的言論 然後我就會把他設為置頂 你都會置頂他 所以是你造就他囉 對 是我造就他 你沒有把他ban掉喔 我沒有把他ban掉 因為我後來想說讓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叫言論自由 是 因為像我們在微博 我們不可能說出與黨對立的話 還被人民日報置頂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說讓你感受一下我們台灣人對言論自由的 這個體現我就把他置頂 久了 他們每次都來留言 然後他就轟了 所以他現在還是經常來嗎 他最近比較少 他之前前幾個月有露臉 然後他拍了一個 他月薪三千塊 然後還拍影片打連呼 我有看到的那個 你有看那一部喔 對 他就是林天天 最近三千塊人民幣 對 他996嘛 對 那996 月休一天 日休一天 週休一天 週休一天 然後996 996 就是加班通常就是也不給錢 就是10個小時12個小時以上 是 然後他認為他身為這樣他很驕傲 對 因為照以來 他覺得在他們的地區物價是比較低的 他覺得三千多塊他 中產階級 對 他覺得他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有跟他們說這是一個謬論 因為你說可能吃的喝的是很便宜 沒錯 但是你要買一部手機 或是你要買一部車 不可能說在北京賣1萬塊 到你們比較偏向的地方賣1千塊 這不可能 也是很貴 他們一些奢侈品 還是 還是很貴 是啊 大陸有錢的也是都很壞炫富 也是東西都很貴 甚至有的比台灣還貴 各位 他一些手錶奢侈品 一些品牌汽車 因為他們大陸買車是比台灣還要 稅還要再高 就進口車來說 對啊 3千塊人民幣是相當於現在台幣1萬1千多塊 1萬1萬3差不多 1萬3千多塊 4點多嘛 4點多 1萬3千多塊 1萬3千多塊台灣人好像會死 對 連在我花蓮國都無法生存 房租繳完然後連天吃大便 不是啊 別人要吃什麼才能到 他住宿舍 宿舍 因為他們中國他們喜歡就是 員工大家一起去睡大通鋪住宿舍 然後去省掉這個房租 然後他們還會拿出來炫耀說 我們不用付房租啊 你看我們都住大通鋪啊 所以我們可以存得到錢 哪像你們台灣人還要繳什麼 房貸 房租 這是他認為的優點 房貸房子會變我們的啊 對 很奇葩吧 房租本來就是要繳的啊 所以3千塊人民幣 我覺得大陸就你的了解 大陸大部分人的收入真的是很低迷 其實他們或者是我們以前台灣人 沒有特別去了解的話都會被騙 你都覺得他們大陸好像賺很多錢 很有錢 對不對 因為他們抖音商或是FB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他們大陸的幹片 幹片 對對對 然後就是我月收入十幾萬百萬 然後你都看都是少年那 那不可憐 對對對 後來就是有去研究他們國家自己提供的數據報告 他們的中科院 我忘記了 什麼財經網還有那個 他們的總理李克強自己就有說啦 他們一些數據 然後有一個圖表 北京大學示範學院有做一個圖表 真正在中國月薪破10萬台幣的只有70多萬人 這是北京大學的 示範 70多萬人是指說 收入 就是說 是4億裡面的70多萬人 4億裡面的70多萬人 對他們平均中位數薪水大概落在5千到6千人民幣 人民幣 對 所以你會跟 5千6千算比較好了就對了 5、6千算就是一般人的水準 就是可能平均下來的 比台灣還是比是比台灣低啊 對還是比台灣低很多 對啊 台灣平均中位數薪水大概是 4萬 9千多塊人民幣 對 4、4、5萬塊差不多 差很多 但是我覺得你拿經濟層面去比來統治誰 統治誰我覺得這沒有意義 我覺得比較有意義是這個地區或這個國家的人有沒有意願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說在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四要克速 2020台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和露接